第四集 能量小战士 光子 大家好 孩子们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这两天玩手电筒游戏了吗 你在家里用手电筒找到了多少个颜色呢 孩子们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课之前 我们先来玩一个光的游戏 你们家里有像我拿着的这种DVD光盘吗 在准备好一张DVD光盘和一个手电筒之后 克里斯博士将会教你如何在家里制造彩虹 大家仔细观察 当我们用手电筒在DVD上照耀时 能不能看到像彩虹一样的颜色 DVD光盘可以把白色的光分散成各种颜色 是不是很神奇呢 哇 克里斯博士 太神奇了 现在我知道怎么变彩虹了 哦 你好啊 萌萌 你也找到彩虹的颜色了 你还记得颜色的顺序吗 是的 我找到了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青色和紫色 萌萌 你真棒 你真是个棒棒的小科学家 孩子们 你们都是很棒的小科学家 那么你们准备好回答下一个物理问题了吗 太好了 今天 克里斯博士带你进入神奇的光的视线 上些课我们说到了电子 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的能量等级中移动 它们通过吸收和释放光在能量期间跳动 那么 当电子吸收了一个能量的光 比如黄色的光 它就会出现在更高的轨道上 你们还记得不同的光和能量是什么关系吗 记得记得 不同颜色的光有不同的能量 而且它们是按照彩虹的颜色排序的 红色能量最小 紫色能量最大 黄色在中间 完全正确 小朋友们 你们也答对了吗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学过的知识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这包括了毛毛虫 飞机和你 你的能量来自于身体中的原子 而原子则是通过体内的电子 吸收和释放光来获取能量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些知识我都记住了 克里斯博士 我是不是和你一样 也可以做一个量子物理学家了 那是当然了 毛毛 你已经是一个小小的量子物理学家了 不过 毛毛 量子物理的世界里 还有很多更加有趣的东西 需要你去探索 哇 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克里斯博士 快告诉我吧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那么光呢 你觉得光是由什么组成的 光它不是由原子组成的吗 你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吗 是的 毛毛 但是光是个例外 我们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原子组成 我们是指所有的物质 物质是我们看得见 闻得到 摸得着的东西 也是科学家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东西 但是光不是物质 光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现象 我们会在今后的几节课中学到它 那光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科学家做了很多很多很强大的科学试验 它们将物质不断放大 直到最后 它们发现了原子 如果我们同样把这束光无限放大 我们会发现 光同样也是由无数个细小小颗粒组成的 我们也给这些小颗粒起了一个名字 我们叫它们光子 这就是光子吗 它们好漂亮呀 五颜六色的 它们的颜色就是它们的能量吗 是的 萌萌 孩子们 你们还记得吗 光的颜色会告诉我们它的能量 而能量大小的顺序 就是彩虹颜色的顺序 所以这些光子们每一个都有颜色 这个颜色则告诉我们它有多兴奋 你看这个光子 看它多兴奋呀 你是怎么看出它有很多很多能量的呢 因为它是紫色的 而紫色拥有的能量最大 完全正确 你学会了 那么如果这颗光子累了的话 会发生什么呢 它会改变颜色是吗 你又答对了 当光子释放能量后 它就会从高能量级的颜色 变成低能量级的颜色 这些光子是要去哪里呀 它们怎么不像电子那样 围着爸爸妈妈身边跑呀 萌萌 你发现了光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事实上 光子比组成你和我的原子 要简单多了 首先 它们始终以直线的形式 和相同的速度运动着 也就是光速 所以说光子只是沿着直线 始终以相同的速度运动是吗 我明白了 那就是说太阳光 手电筒的光 车灯光 都是这样的 是一道直线 很快就射了过来 你真聪明呀萌萌 把克里斯博士教你的知识 和你身边的事物联系起来 对你的理解会很有帮助的 但是 克里斯博士你看 这个黄色的光子 不是比紫色的光子能让小吗 为什么它还能一直跑在前面呢 难道说力气大的光子 追不上力气小的吗 萌萌 这是因为所有的光子 都是同速运动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 能量低的光子 并不代表速度慢 你们会发现 当妈妈把电灯熄灭时 整个房间 一下子就变黑了 如果不是因为地球上的空气 在反射光 当太阳下山后 我们黑夜也会马上降临 这就是宇航员在太空遇到的现象 当你前后摇晃手电筒时 你看到的是整个光速在摇动 而不会有极大颜色的光跑出来 好神奇的光子呀 无数的光子 组成了太阳光 灯光 还有电筒光 这样 我们就能晒太阳 看书和找东西了 是的萌萌 不仅如此 我们还知道 这些光子是有能量的 它们可以把能量传给电子 然后 原子就有了能量 我明白了 所以说 电子有不同的能量 是因为它们吸收了 不同颜色的光子 是的萌萌 好了 小朋友们 下一节课 我会给你们介绍 更多关于光子的知识 下面 是我们的游戏时间了 这个游戏 跟我们之前在地面上玩的原子游戏很相像 不过这次 我们需要两个黄色的球和一个紫色的球 就像你们即将看到的 而这个游戏时用小球会容易些 现在呢 爸爸妈妈们将扮演电子 而你来扮演原子核 游戏的规则是 黄色表示跳一次 紫色则表示跳两次 让我们想一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黄色比紫色拥有的能量小 跳一次比跳两次跳的少 好了 如果说电子会吸收和释放能量 而我们在游戏中来回扔球 那么这些球则代表了什么呢 光子 现在我想要你去告诉爸爸把紫色的球藏起来 首先 你向爸爸扔取一个黄色的球 它要怎么做呢 向上跳一个能量圈 然后 再扔给爸爸另一个黄色的球 哇 它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再向上跳一个能量圈 好 现在 我已经向上跳了两个能量圈了 现在 如果我向下跳一个能量圈 我需要扔回去哪个球呢 而如果 我想向下跳两个能量圈 我又需要扔回去哪个球呢 这个问题可有点复杂了 把你们的答案 写在核桃留言板上吧 我会在下堂课回答你们的问题 哇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